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家长,那么你可能会认同的一点是,孩子需要你所能够给予的全部热情和支持,对吗? 但是我们今天这本书,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他的中文版书名叫做《虎妈战歌》。 这本书的作者,虎妈蔡梅尔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她的育儿记法当中,有无穷无尽的要求批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孩子只要用心,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是岩师出高徒,虎父无犬子。 这种传统的中国式教育,我们都感同身受。 但是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崇宽松管教,注重培养兴趣的西方式教育。 传统中国教育遭到了一定的争议和批评。 不过呀,凡事不能够一棍子打死。 在书中,你会发现,中国式专制育儿法,其实有必也有利。 那么,虎妈蔡梅尔又是如何的扬长臂短,成功地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呢? 从这本书当中,你还将了解到,蔡梅尔为什么不在乎孩子参演学校的话剧。 中国家长为何不怕伤害孩子的自尊,以及为什么能对孩子说,你好肥,减减肥吧。 当了妈,当了爹的人呢,都知道,孩子呢,就是心头肉,小情人,爱得不要不要的。 如果你是家长,那你当然是想给孩子所有最好的。 不过,什么是最好的呢? 中国和西方的家长观点差别就很大,下面啊,是三大主要区别。 首先呢,西方的家长比较照顾孩子们的自尊心,但是这一点对于中国家长却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孩子失败了,西方家长会关切孩子们的感受。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家长希望子女内心强大,不觉得孩子会被轻易伤害。 举例来说吧,如果西方小孩在学校成绩不好,那么家长对于成绩这种问题一般都会显得很机智。 在表达不满时,他尽量不会去伤害孩子们的感情。 不同的是,面对不好的成绩,中国家长会要求孩子下次考好一点。 您想的时候,应该也有过这样的印象吧。 对于中国家长来说,这一点小要求,算什么伤自尊呢? 其次,中国家长认为,孩子应该对父母充满感激之情。 这种想法有两个原因。 百事孝为先,中国传统上就认为要孝敬长辈。 中国家长呢,往往会竭尽全力给孩子提供一切,包括良好的教育环境。 因此,中国人会觉得,孩子们要敬孝,还要努力奋斗,成为他们的骄傲。 这话,估计,您也是早就烂熟于心了吧。 而西方父母呢,则想法不同。 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想当父母,那么他们就有职责照顾子女,而且子女啊,不欠自己任何东西。 最后,中国家长觉得,他们很清楚怎样才能让孩子好。 西方家长一般会询问子女,他们想玩什么,做什么。 孩子不想去做的事,他们往往不会去强迫。 而中国家长则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他们来告诉子女该做什么,该怎样利用时间。 就算子女有自己的想法,也远远没那么重要。 您会有这样的印象吧,小的时候,你想要出去玩,可是爸爸妈妈呢,却要你去少年宫学钢琴,学画画。 这也就意味着,你将很难见到这样一个场景。 中国小孩放学回家后,向父母骄傲地宣布,我在学校话剧当中演了一个角色,然后父母一个劲地夸他。 这是因为,中国的家长觉得,演个话剧这根本不算啥呀,子女要么不参加,要么就只参加那种能得奖的,尤其是能够拿金奖的课外活动。 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或者,已经为人父母的您,会这样要求您的孩子吗?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太擅长某件事,你会怎么办呢? 西方家长往往会承认,这是孩子的弱点,可是中国家长却会竭尽所能地扭转他,将其转变为强项。 这是因为,许多中国家长认为,能让子女在弱项上有所提升,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这点上,很多西方家长会想方设法地绕过这一点,避免伤害子女的自尊。 比如说,西方家长会避免让子女挑战不擅长的游戏,而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家长则会教育子女在挑战和困境中持之以恒。 举个例子,咱们虎妈的女儿路易莎被安排去学一首很难的钢琴曲。 路易莎苦练了数小时,还是弹不对。 在她宣布放弃的时候,虎妈却强迫她继续。 虎妈想给女儿逐渐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她完全可以做得到。 果然,路易莎最后弹会了这首曲子,她因此也激动万分,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弹走着。 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会特别激动,特别舒坦,想必您有过这样的体验吧。 西方育儿经的一个典型特点,是鼓励孩子们追求自己的爱好。 那相比之下呢,中国家长更重视的是,让子女为将来做好准备,让她们学习成功所需的必要技能。 咱们的虎妈呀,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个决定。 学校里的新课程,新的课外活动,或者是大学里面选专业,总是她的父母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吧,她毫无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看看自己如今的成功,她反而很感激父母的决策。 我们常说的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吧。 每次看到厉害的家长训斥子女,我们往往会觉得那些孩子不快乐。 但是蔡美尔小时候却很快乐,虽然她的家长极其严苛。 事实上对于中国家长来说,孩子们除非把一件事做好,比如弹好钢琴,否则的话就别想去玩。 而你想要能够做得上手,那就需要相当程度的练习。 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想要放弃,因为这时候最难。 而虎妈们则会强迫孩子们坚持下去,直至她们喜欢上这件事。 以蔡美尔的女儿索菲亚为例,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每次练习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疲惫不堪。 但是蔡美尔却强制女儿训练,经常每天一弹,那就是三个小时啊。 一段时间之后,索菲亚倒也是弹得不错了,旁人都开始为此称赞她。 那么这种认可,提高了索菲亚的自信,让她觉得钢琴变得有趣了,反过来也降低了蔡美尔教育的难度,变得更为简单。 虽然中国家长很少认为孩子的成长当中乐趣是重要因素,但是子女却往往认为他们过得很快乐。 问您一下,您觉得自己的童年快乐吗? 看到中国孩子们被塞满了的日程以及家长堆上来的大量作业,西方人会怀疑,这些孩子们的童年怎么可能会快乐呢? 但是蔡美尔在对西方家庭的观察当中发现,虽然他们的日程安排更为灵活,更为重视孩子快乐与否,但是即便如此,许多家庭还是会分崩离析。 其实啊,很多西方的小孩在长大之后呢,都无法忍受和父母待在一起,更有甚者竟然不再同父母交谈。 反之,很多亚洲孩子觉得自己很幸福,他们会欣赏父母,虽然对自己要求严厉了。 所以说,孩子们如果想要在幸福中满怀感恩知情地长大,给他们寻找快乐似乎不是父母优先考虑的对象。 不知道您对于严格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西方家长强着孩子坐下,每天练钢琴一小时,他们就会承认自己严格。 可是对中国家长来说,这算什么,一个小时那才只是热身呢? 中国家长不介意严格,相比起西方家长他们对孩子更加的直接。 举例来说吧,虎妈会毫无顾忌地告诉女儿, 胖妞,减减肥吧。 而西方的妈妈们则觉得必须讲策略,绕了一个大弯,转而讨论健康问题,最后才会归结到减肥上面。 可是这样真的会影响孩子的自尊吗? 虎妈认为,真相是,西方的孩子们最后还是会因为饮食障碍和负面的自我形象而饱受折磨。 再来说说学习成绩吧,虎妈直接要求女儿们拿A。 小时候你考了99分,家长是不是会说,哎呀,你要是再多个一分就好了,就满分了。 其他西方家长呢,则只是鼓励孩子们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蔡美尔对女儿们的能力非常自信,和她们交流时也从来不故意美化。 其他家长则只能够说服自己,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自己都不要失望。 中西方家长的另外一大区别在于,他们会坦然地将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对比,并且表现出偏好。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例如,蔡美尔有一次去中药房,店主大声地讨论自己的大女儿和小儿子。 哦,我女儿聪明,只有一个问题不专心,我儿子呢,哦,她就不聪明,没有女儿聪明。 虽然蔡美尔知道,父母的偏心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但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她从不认为这有害,或许是她不在乎,因为和别人相比时,她总是成绩娇人。 蔡美尔预言,最年轻一辈的华人移民不再会取得祖辈那样的成功。 三代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及行为模式就是解释。 在华人家族历史当中,第一代华人移民经历的是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因此呢,也是最严厉的。 蔡美尔的父母就属于这一辈,他们吃苦耐劳,白手起家,直至在自己的行业取得成功。 在子女的眼中,他们极为严厉,而且精打细算。 但是他们在子女的教育和未来上毫不吝啬,下一代人受惠于父母的辛勤劳动,并且呢,耳濡目染地学会了父母的行为方式。 因为父母的严厉教导,蔡美尔这一代华人移民的成就更高,一般都会演奏乐器,并且考上了顶级大学,成为商务精英。 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辈也是父母的缩影,但是他们已经不像父母那么节俭,对待子女也不会那么严格。 而到了华人移民当中最年轻的一代,蔡美尔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差异。 年轻的一辈,也就是蔡美尔的子女这一辈,出生于富足之家,朋友们随便考个逼检就有奖励,而那些奖励在华人父母来看,都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辈会上私立学校,他们的个人权利受美国宪法保护,受周围环境影响,他们崇尚自由,要求独立,对父母的严格要求嗤之以鼻,从而更加容易违抗父母。 蔡美尔总结得出,这是走向没落的一代,他们势必要泯然众人。 对于这样的感慨,您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也许您小时候也接受过父母严格的教育吧,其实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表面看来,中国父母对孩子都颇为严厉,会下达严格的要求,达不到要受到惩罚,这些都超乎西方家长的接受范围。 然而,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深刻而本真的渴望,父母想要子女为将来做好准备,想要子女明白,如果他们付出足够的努力,就能够取得成功,就能够拥有别人没有的能力,从而成为让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往往孩子感觉委屈,父母会苦口婆心地说,哎呀,爸妈不会害你的,爸妈都是为你好。 中国传统的教育并不是落后的,顽固的一文不值的,相反,几千年来的积淀和积累,使之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虎妈蔡梅尔是这样被教育的,她成为著名的学者,她的孩子也是这样教育的,也取得了成功。 是啊,子女的教育是我们日常讨论的话题,该怎样教育孩子,既想要他们不吃苦,又想要他们能够成才,这往往让我们难以抉择。 对于孩子的教育,您又有什么感受呢? 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分享您的心得。 这本《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我们就同您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对于孩子的心想要参应,讨论的育儿经,我们可以收听。 对于孩子的育儿 和育儿经,转会儿所经,经,转会儿子。